福建莆田的海上菜园也有好消息 龙须菜可以收割了 在福建莆田南日岛东代港附近的海面上 一大早 龙须菜养殖户阳爱中夫妇 就已经开始收割打包龙须菜了 这一年大概有四五季步 每季的产量都不一样 那个温度高的时候产量就大 所以温度低的时候产量就差一点 我一般都是20多晚 龙须菜容易养殖 生长周期短 是名副其实的高产作物 同时它既是鲍鱼的饲料 又是果冻 洗发水等商品的原材料 需求量大 经济价值也很可观